传的是中华道统 所谓道统啊 有人说是韩裕 提出来的 也是这么一个名字 中华 唯一的宗教是道教 那么教 也是 后来 新的 在之前叫道家 是老子 比老子更早的 就人呢 这个层面 那是皇帝 皇老 最起码 我们老百姓都可以叫道家 道家了 就是找到本了 这个道人字 就代表了世间 人世间 天地自然 这么一个大的 所有的 道理 道德 德 礼 这些都是 道的 另一面 一阴一阳 未完待需 么么么么么么么哒 敬请期待更新 敬请